要依教奉献 这个方法太好了 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简单一点 四个字 阿弥陀佛 就能成功 就能证得 清净 平等 就 清净是戒律成就 平等是教理成就 却是大彻大悟 成佛了 成佛之后的果报 在这个提点上半部 大臣无量寿 庄严 你看此地的时候 都讲到清净庄严 大臣是智慧 自信薄弱现前了 无量寿舍福德 庄严是美好 旧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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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得到了 一步进了 你要相信 一句佛后 这么大的受用 老和尚表演 天天在表演 你都没看出来 你都没看出来 所以 相光 没有一样 不在做佛事 也同体会到这 我们眼前也是如此 样样都在做佛事 只是你会 你不会 那就是六道 你会 是佛事 会什么呢 清楚 这是什么 境界 是六道轮回的境界 六道轮回的阴 六道轮回的阴 六道轮回的骨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 是六道轮回的骨 再看起心动念 是六道轮回的阴 那我们要怎样 我们看的这个像 不放在心上 不受这个境界干扰 我们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胡思乱想 我们造的不是六道的阴 是极乐世界的阴 那我们将来的国报 肯定是极乐世界 时候到了 阿弥陀佛为了结阴 坚定的信心 没有丝毫怀疑 要真干了 贪恋这个世界 有丝毫贪恋 你就去不了 很可怕 确定放下 连这个身都不要了 是 活跪身外之物 你操这个心 错了 不能操这个心 啊 过人 有过人的念头 过人有过人的义 过人有过人的国保 那么这些给你受传了 全是假象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真实的在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的天使